嗨,大家好,Fran老師,想念你們,你們準備得還好嗎? 昨天有去投票嗎? 對於有去投票,我是說可以投票的人, 然後還能夠在學測這麼近的時間去投票的人, 老師真的由衷地敬佩。 所以老師昨天就在想說, 我想要幫大家做一個時事單字的整理, 讓大家可以再多節省更多的時間, 然後也在最後的複習這幾天有一個更安心的感覺。 好,那不管你有沒有去, 當然你都可以,不管你有沒有去投票, 你都可以就是看老師的複習講義, 老師都非常願意,而且老師之前曾經有個同學來跟我提過, 說老師可不可以整理一下時事的單字, 老師說好,雖然我實在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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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忙, 但是我還是很努力地錄了這個影片, 那我希望趕快把同學複習一下, 到最後幾天的一個定心碗。 好,來,我們先來看, 那這個我會分兩次, 這個我會分兩次複習, 一次是等一下你看到的, 再另外一次是講一些比較像是假新聞, 假資訊的一些單字, 在幫你們做複習。 好,那記得呢, 加老師的那個line就是at, veryfriend, 那個line, 然後跟老師要講義, 那這個是影片的部分就自己看。 好,來, 我們趕快開始吧。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總共有集體, 有一些是老師以前新聞上過的, 在幫你做複習, 那有個同學, 因為他沒有上我的課, 所以他也不知道。 那當然如果今天你都不是的同學, 老師也是蠻歡迎可以跟你們做一個分享。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 following a central weather bureau alert for extremely heavy rain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the WRA issued a first great flooding warning for John Hwa, John Hwa, Carrie, 雲林, blah blah blah, 點點點。 好,先不管following這個字, following是在什麼之後。 好,來, 就是after的另外一種意思, 我幫你寫出來了。 那我順便幫你做個複習, 這邊都想要寫就好, follow the bike, 就等於before, 這是一種比較漂亮的寫法。 所以after, 在一個中央氣象局的警報, alert這個資料會, 後面放這個介系詞for, for後面放你要緊小心的東西。 alert, alert可以當動詞哦, 這個之前學測考古題有考過。 alert人, 好, 我把它寫在這裡。 alert, 好, 人, 好, 這個受詞, 我要小心, 我要請你小心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小心那個東西的前面加一個true, 再加你要小心的東西。 好, 那個時候他那一題是考那個, 小心有接近的那個惡魔, 那樣子, apporting evil, alert say to apporting evil, 然後去考那個apporting, 很多人都不會寫。 那一題我覺得出的有點可惡。 好, 那我們現在再回去看一下, 好, 那個超級大語, extremely heavy rain, 好, in central中部台灣, 還有南部台灣, souvern Taiwan, 那麼這個馬上就說寫, central weather bureau, 就是wra issue, 然後注意到, 發布警報的發布用issue, 好, 我們注意到, issue, 動詞的意思呢, 是發布, 然後名詞的意思是一期一期的期刊的期,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他這邊也可以就是發, 這個發一個警告, 發driver's license, 也是可以用這個字, 好, 這個一集, 這個警告, 洪水警報, 一集first grade, 一看得懂就好, 不會考這種字, 好, 那我們馬上再往下看第二段, first grade flooding warning, refer to, 所謂的一集颱風, 一集洪水警報, 淹水警報, 指的就是refer to這種片, 于這個是學者喜欢考的一定要會, refer to a scenario, 這個字呢, 有些學生作用會寫, 他上面難一點點, scenario就是劇本, 本來是劇本的意思, 後來就變成情節劇情, 他指的是一種情節, 一種劇本, 這種劇本就是這種情況的意思, 就等於是情況, 在這種情況裡面, where, 這是科漏字喜歡考的, 在這種情況裡面, in which的, 另外一種寫法, 關係附詞, 在這個情況裡面, one hour of rainfall, 一個小時的 rainfall, 它可以造成很嚴重的洪水, in an affected area, 災區, 災區是什麼, affect這個字, affect的動詞是A開頭, 這個名詞是E開頭, affect的影響, 通常你的受災戶, 就是受災的人, 就叫affected people, 然後受災的這個區域, 叫做affected area, 好, 然而, 我這邊少, 少用到這個給它出體字, 出體字, 好, whereas, whereas, 這邊就等於y, 而a怎麼樣, 而b怎麼樣, 而二級的洪水警報, 淹水警報, 指的是, 指的是, suggest, 這邊, suggest有建議的意思, 也有指出的意思, 這邊指的是, 這個serious flooding within three hours, 好, 實在你看字而已, 好的, the bureau, 這個局, 氣象局, warned people in those areas, 好, 它警告這些人, 這是一個後衛修飾, 這些區域的人, to be, 警告人, to be, 警告後面, 警告誰去做什麼事, 否定就not to be, 好, be prepared, the four, 要準備好, 所以你看, 我EDO, 要準備好, prepare for, 是準備, prepare, 的變成PP, 是準備好, for, thunder, thundershowers, 雷震雨, strong wind, 強風, 還有riven flooding, 這個叫洪水, 還有, as well as a landslide, mud slide, mud, mud加上slide, 這個叫土石流, lanslide也是土石流的意思, 山崩啦, and the rock fall, 還有落石 in mountainous areas, 在多山的區域, 就是山區, 好, 這是第一個,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 這個是老師上課有教導的, unexpectedly high levels of microscopic plastic particles have been detected in fresh snow in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isolated areas, underlining the extent of potentially toxic contamination in the earth's atmosphere, 哇, 這短短一段裡面有好多字, 我都要請你們小心一點, 其實第一個字我也很想要把它突顯出來, unexpectedly, 好, 這個, 我之前在上課有說過, 這個, 想到這個氣候變遷, 對不對, 氣候變遷的話, 就會講到說, 有一些很極端的氣候, 還記得嗎, 極端的氣候, 像是extreme weather, 或者是無法預測的氣候, unpredictable, 還有像是剛剛你看到的, unexpected, 還有unusual, 這種字, 你都要特別的小心, 今年的氣候變遷確實是一個還蠻, 我覺得還蠻大的一個考題, 但我也不曉得, 我其實以前也覺得它很重要, 好, 那我們看一下high level, 意外的, 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的high levels of microscopic plastic particles, 好, 這個particle, 這個字, 我們講PM2.5, 就是particle matter, 它就這個字, 微粒, 所以塑膠微粒, 很小, 很小的micro, mi, micro就是小的意思, ma就是大, mi就是小, 好, 這個高含量, 高量, 很多的, 很多的high levels of, 所以呢, 比想像中更多的意外的, 這麼多的微小的微粒, have been detected, 注意到detect這個字, 這個字其實它在這裡就是find的同意字, 那這裡是pp, 也就是found的同意字, 被發現, 被看到, 被偵察到, 那這個字detail是偵察察覺到, 所以它被發現在心降雪裡面, fresh snow, 心降雪不要翻成new snow, 要翻成fresh snow, in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isolated areas, isolate這個字一定要會, 孤立, 隔離, 很被孤立的地方, 就是指很偏遠的地方, 上課我有說過, 這個字其實偏遠, 就可以用remote, remote areas, underlining, underline在什麼地方的話, 底線就是幫它做出, 這個凸顯它, 凸顯出, 什麼東西的程度範圍, extend就是程度跟範圍, 有可能的potentially, 有毒的污染, contaminate, 動詞contamination是, pollution是比較大的污染, contaminate是某一個地方的污染, 好, 那麼還有一個污染, 叫做taint, t-a-i-n-t, 這個字要會, 就是contaminate, 這個動詞, 它也是同意字, 好, 在地球的大氣層, 已經受到有毒的污染的程度了, atomosphere大氣層, 好, 那某某人呢, 它是某某人跟某某人, 把那個機構的人, and the report, author, 他提出, noted, 提出, how scientists were only beginning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nsuming such microscopic materials, 好, 他就指出說, 這些科學家他是怎麼樣才剛開始去調查這個東西所帶來的影響, 什麼影響呢, the effect of consuming, cons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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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有教過消耗, 消費, 在這邊就是社區, 社區就是吃的另外一種講法, 所以如果吃下去了這種小小的東西會怎麼樣, 哦, 我蠻喜歡那個曲子, 但是我覺得它是你們作文可以寫的, an issue that has received a little attention, 它是一個到目前為止, 你看到現在完成是還沒有受到大家太多注意的, and the set, 他還說, there was an urge, 我們有很急迫的需求, urgent need for research on human and animal health effect, focusing on airborne microplastics, airborne, 好, 這個borne, B-O-R-N-E, 這個地方就是出生的那個字, bearborn, born的另外一個PP, 好, bear, 就是有生小孩的生出去, 對不對, 還有承載承擔的意思, 那承載承擔的話, 那就是被承載, 所以這個是藉由空氣承載的意思, 這個叫做空氣傳染, airborne, 那如果今天是接觸傳染, 就叫做contact-borne, 就變成這個樣子, 好, 那如果是昆蟲傳染, 就能夠給放什麼什麼borne, 是什麼什麼所承載的, 好, 他們說, 遇到這種空氣傳染的微塑膠, 你看, 空氣傳染微塑膠, 好, 那接下來他就說呢, 我們把它跳下來一點, 然後看完整一點, once we have determined that large quantities of microplastic can also be transported by the air, 一旦我們已經確認了, determining這個字有決定, 下定決心, 這邊就有一點像是從決定變成了, 我們已經確認的意思, 這個字是學生會考的字, 你要特別小心哦, 一旦我們已經確定了, 決定了的意思, 大量的微塑膠也可以被空氣所運送, transport, 那麼, in naturally raises the question, as to, as to, 就是至於, as for, 關於就是concerning, 就是regarding, 就是respecting, whether and how much plastic we are inhaling, 他說一旦我們確定呢, 他是可以這樣子之後呢, 很自然的, 他就會產生一個問題, 來用race這個字, 我跟你說哦, 說到這個東西, 我真的是有一點害怕, 你知道嗎, 好, 我跟你講一下, 我在最近, 就在最近這一個禮拜裡面, 我改到了三個人, 三個學生的作文, 裡面都出現一個錯誤的用字, 我真的很緊張, 都把引起提高我們的意識的提高寫錯了, 好, 提高我們的意識要用race, race是一個vt, 後面放上, 你要提高通嗎, 或者說race a question, 像你剛剛放的那個字, 或者是race awareness, 或是race concern, race concern, 就是我們開始擔心, 引起我們的擔心, 引起我們提出我們的問題, 然後引起我們對這個事情的注意, 我們都用race這個字, r a i s e, race這個字, 有我剛剛說的, 舉起, 舉手, race your hand, 舉手, 然後race還有什麼, race還有剛剛說的那種意思, 還有就是募款, 還有養小孩的養,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看到一次這個字, 結果有些同學都寫什麼, 你知道嗎, 有些同學都寫arouse, 你為什麼會用錯, 而且為什麼連續三個學生都用錯,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什麼時候用arouse, arouse它後面確實也是加一種抽象的名詞, 例如說, 它加的比較多是我們內心人會產生的東西, 你說老師剛剛awareness也是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說, 它比較算情緒的東西, 例如像是arouse my interest, 引起我的興趣, arouse my curiosity, 引起我的好奇心, arouse my sympathy, 引起我的同理心, 同情形, 但是, awareness是用raise的, 你知道嗎, 所以不要再用錯了, 我經常看到學生, 而且奇怪, 集體用錯字, 我覺得有點扯, 好, 那不管, 我們再回來, 所以raise the questions, 關於什麼東西的問題, 就是, 有about, 你可以這樣講, about weather and how much plastic we are inhaling, 我們到底吸進去了, inhale, 吸進去, 做瑜伽的時候, 瑜伽老師說, inhale, exhale, 好, 這個叫做吐氣, inhale, inhale, 吸氣, exhale, 吐氣, 好, 至於我們到底吸進多少了, 大家都在研究, 好, 那麼這個東西, 你看分子, 就raising the question, of, 他又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引起大家的一個對什麼東西的疑問, whether breathing in, 就是剛才的同意字, these plastic particles, might increase the risk of suffering, respiratory and alarm diseases, 好, 這種東西的風險, 就是這種東西的危險, 就是得什麼病, 得什麼病的得就是suffer, 得什麼病的得就是suffer, 好, 這個呼吸道的疾病, 還有肺部的疾病, 我們再來看下一題, 啊, 才兩題哦, 好, 對不起, 我講話都很激動, 第三個, the 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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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跟學者無關, 你們很多同學, 台灣很多人都念Amazon, 媽你的頭, 好, 對不起, 我沒有冒犯的意思哦, 好, 這是我的style, the Amazon is being shrouded in plumes of smoke, as the fires to rage across the part of the rainforest, like Amazon, 亞馬遜, 雨林, 正在背, 你看哦, 這邊是不是現在進行式, is being, 對不對, 然後再看這邊, being加上pp, 這是什麼, 這是被動式, 這叫做現在進行的被動式, 現在進行的被動式, 正在背, shout, shout就是獸衣, 就是死掉之後的那個, 穿的那個獸衣, 那獸衣是把它包起來的, 對不對, 把大體包起來, 所以就是背什麼東西包在裡面, 好, 這個字比較難一點, 好, pulums, pulums就是有點像是那種, 煙啊, 就是這樣子一條條那種煙啊, 那種感覺, 好, as the fires rage across, like rage across, 這個我上課也有說過, 一個災難, 肆虐一個地方, 一個災難, 襲擊一個地方, 那火很喜歡寫這個字, rage across, across就是四處, 它是這個接系詞嘛, 四處, 對不對, 那有的時候你也可以換成around, 你也可以在習一些新聞媒體上, 也有看到它寫around, 就是到處肆虐, part of the rainforest, jepardizing, jepardizing, 就是把什麼東西陷入危險, 讓什麼東西危險, 就是endanger, endangering, 好, the so-called所謂的地球的廢, 亞馬遜林, and the vast array of life to which it is home, 好, 這個句子蠻漂亮的, 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一下array of, 我們通常看到an array of, 就是各式各樣的, 那它現在因為加了一個 vast, 很巨大的, 它就是說在雨林這個地方, 它就是它用the, 這個這麼多這樣子, 各式各樣的life, 對不對,life就是指的是生態, 就是指的是動物, to which it is home, 這個to從後面移過來, 這個我有說過, 好, A, be home, to be, 對不對, 這個叫做A住著B, 代表B住在A這邊, 所以就等於是住在這個地方, 各式各樣的動生物, 你可以這樣講, 好, 所以它在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就是受到了危機, 有了危險, 這樣子, 好, 再來看下一段, 它說, visible from outer space, the smoker billows, have a prompting international alarm, 它說, be invisible, being是這個分子構具省略掉, 從外太空就可以看到了, 這些煙, 這些煙的billow, billow就是指, 好像是一條一條, 也是一樣啊, 字, 要一波一波那種感覺, have a prompting international alarm, 已經引起了, 重點是這個字, billow不會考啦, alright, prompt這個字, prompt這個字呢, 我上課其實最後一種複習有的時候, 他這個學測是考過的, 當作, 學測考的那個時候, 他考的是即時的迅速的, 當作形容詞的時候, 它是即時的迅速的, 那麼當作, 當作動詞的時候, 這裡是引發, 可是他也有迫時的意思, 我忘記是在哪一個班講到了, 就是erge, 好像是頂尖一個班哦, 好, 然後呢, 加上人, 還是桃園啊, 好, 然後再加上to b, 就是最後兩三個班就對了, 好, 逼著人去做什麼事, 其實就是push人to b, 但是他這邊的話, 是另外一個定義的動詞, 他這裡是引發, 那講到引發的話, 其實我們就要小心一點, 像引發的時候, 我們會用spark這個字, 那不過他這邊是用alarm, 所以他就用prompt這個字, 比較漂亮, 好, 那麼他已經引發了國際間的警覺, 警報器, 有沒有alarm, 那麼他就呼籲call, call for action, 它是引起prompting, A, international alarm, B, call for action, 還有C, much finger pointing, 那finger pointing是指, 有沒有, 指責你, 用手指責你, 然後關於什麼事情, over, 關於what is responsible, 或者是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burning, 所以你看哦, 這邊是一個名詞子句, 放在over後面當作售詞, 有沒有, 所以他等於是abc, 第一個, 這樣子的這些煙, 一波一波的煙, 他已經引起了國際間的警覺, 大家覺得完蛋了, 這怎麼會這樣子呢, 第二個大家開始說, 我們要開始做出一些行動, 第三個就是大家重複說止, 去指什麼呢, 誰該負責, 就是他的原因, 是什麼, 注意到responsible for, 這裡, 雖然可以翻成是負責, 不過他的意思就是, 是什麼東西導致, 這個大火的導致哦, 我們講到導致的時候, 我說過有三個, 比較不是直接表面上可以看到的導致, 而是介意過來, 最後就變成導致的, be responsible for是一個, 對不對, 還有我還有說過的是一個contribute, 本來是貢獻的意思, 後來他就可以變成導致, 然後我還有說過的一個是account for, 這是比較難的導致, 好, 甚至於我說他也, 如果當你看到一個解釋, 什麼東西可以解釋的時候, 就代表他導致了他, 所以這種, 這種轉譯的你要會, 好, 那麼巴西總統, Brazilian presiden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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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尤其 in particular, 就等於particularly, has come under intense scrutiny, 好, 我們講到come under, 這樣子的片語, 其實在什麼地方也有用過, 像是飽受批評, 好, 飽受批評就是come under fire, 我們很常會在報道檔檔子看到, 在火的下面, 那麼come under fire, 其實就是come under critique, system, 好, 那這個他這邊是come under scrutiny, scrutiny就是仔細檢查, 所以很嚴厲的被大家檢視者的意思哦, for,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controversial stewardship, 很有爭議性的, stewer就是服務員管家, 就是去照顧他, 所以這邊變成ship, 就變成他的監督的職責, 他管, 他的負責, 他在負責的, 負責這個, Brazil's majority share, 他大部分share of the rainforest,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大部分的羽林都是在巴西, 所以他們認為巴西有責任要去管理這個玉林的大火, 就是說, 你是他們要來去保護他, 或者是去撲滅火, 那總統是誰, 總統是他, 可是他的做法引起很多人的非議, 所以他就controversial, 小心controversial這個字, 好, 再來換下一個, 好, 再來呢, 這個是當時的氣候變遷的文章, 我覺得有幾個字, 我還是覺得要很小心, like, the weird weather just keeps on coming, 這個句子很漂亮, 對不對, 很簡單, 又很答義的句子, 奇怪的天氣一直出現, and the pressive heat wave dubbed the lucifer, 這是我的主詞, 一個被稱作lucifer的一個很可怕的, 很有壓迫線的, he way的熱浪, stifle Europe in August, 在8月的時候, 讓歐洲窒息, 就是快悶死他了, 然後呢, 一連串的, a series, 好, 一連串的, 我可以用a series, 我也可以用, 我可以用a stream, 一條線, 對不對, 還有一個字比較難一點, 是a spade, spade的意思就是, 一連串不好的東西, 一連串, 好, 不过, 這種也比較不會考慮, 好, of powerful avalanche hurricanes, hammered the Americas, 好, 這種轉譯字, 我覺得特別要小心, hammer是不是垂直, 垂直的話就垂他, 就是去攻擊他的意思, 所以呢, 再來一連串的, 這個大西洋的颶風, 又去攻擊了, 襲擊了美國, now, unseasonably, 這一非季節性的, 我說過, 氣候變遷裡面出現的極端氣候, 就是非季節性的, 非季節性的熱, 非季節性的乾的情況, 你看哦, 驅使了, 驅動了, driving wildfires in California, 其實這個加州的野火, 以前就有教過了, 以前學校就有考過了, 那一題考的是, 第一大題的第15題, 他的最後一個考, massive, 他考大規模, 但是他是實事題哦, 所以這種字眼大概要會啦, 好, 那么during and after such event, 在這些事情之前之後呢, 當中跟之後呢, the same questions always arises, arise這個字號,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講到, race, race是VT, 對不對, 後面要放受詞, 然後呢, 這個arouse, arouse後面是加上, 什麼好奇心啊, 情緒啊, 之類的, 那么arise, arise是產生出現, 出現產生, 所以呢, 同樣的問題都會一直出現, 他會出現的就是, 要怪罪的是global warming嗎, 哦, 這個什麼東西, B, 這什麼字條,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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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to blame, 就是呢, 誰該被罵, 誰該被罵, 就是誰是罪魁禍首, 所以就是全球暖化是罪魁禍首嗎, 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麼再來看, The scientists have identified the global warming's relative contribution to many extreme weather events, 你看到, Identifier會確認身份, 就是已經確定了他的相關的 contribution to, 哦, 這裡不能, 這裡你要翻貢獻, 可能還算可以理解, 我剛剛說, contribute to就有一種變成讓人家去, 這個叫什麼, 導致造成的意思, 所以他們已經確定了全球暖化確實是有造成many extreme weather events, now for the first time, climate researchers are reporting that, 他們就是正在告訴大家, 正在提出說, that some weather events would have been outright impossible, 你看, 然後他現在是用假設語氣哦, 不會有, 對不對, 就會有, 就會impossible, 要不是, 我也要翻成要不是, 要不是全球暖化的影響, The warming influence of humanity'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就不會, 哦, 就, 哎, 怎麼講, 就會不可能, 那就是說, 要不是有全球暖化, 來自於人類的, 人類的, 這個溫室氣體排放, 那麼有些 events根本不會出現的, 就不可能, 然後他說, the solution has been clear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20年來, 其實我們的解決方法都很清楚, 就是都躺在那裡啊, 那就是governments needs to take aggressive action, 我們必須要採取非常激進的行動, 很積極的意思, 來抑制,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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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b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那麼藉由attribute A to B, 把A歸咎在B身上, attribute A to B, by attributing real world impact, 把這些真實事件發生的事情, 這個歸咎到global warming上面, scientists are providing citizens, and political leaders, 提供人民, 你寫作文的時候就寫這個字, 還有這些決策者, 就是政府的領導人, with, 提供人, provider人, with further evidence, 進一步提供一些證據, 什麼證據呢, 有個同位譽告訴你, that climate change is a clear and a present danger, 所謂的氣候變遷是一個很清楚, 而且正在發生目前的current, present, 這個都是目前正在發生的危險, 而不是一個遙遠的危險, not a distant threat to, threat to, threat to, 對誰的有危險, future generation, 而不是一個遙遠對未來時代的危險, perhaps in the near future, 就在不久的將來, policymaker, 這些政策決策者, will finally realize which way the wind is blowing, 到底這條風陣往哪邊吹, 是一個名詞詞句當首詞, which way, which後面加上, 不可能句子, 好, 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一個, 好, the US has been struggling for more than a year with a migration crisis on its southern border, border就是邊界的意思, 就是從中南美洲上來的移民的危機哦, 他説呢, 已經超過一年了, 他一直都是被這個事情, 就是很非常的掙扎, 就是他處理得很不好, as some thousands of people, streaming in, stream本來是河流的意思, 當作洞詞, 就等於flood in, 就好像洪水般的湧進, 就是大量湧入, 從中南美洲湧進來, 什麼樣中南美洲呢, which are even, 就是被失禮 by violence and poverty, poverty, 貧窮的名詞, 一定要會, more than a hundred thousand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還有這個就是非法移民的, 比較委婉的講法, 有些人說他們是非法移民, 但其實就是沒有被放到紀錄裡面去的移民immigrant, 好, 那么arrived last month, 上個月就這麼多人來, which was down 28% from May, 哦, 他這邊應該合起來了, but still at a critical level, 雖然已經降低了, 但是還是在一個很危急的程度, according to 某某某, 好, 再複習一下下, 我們講到移民遷徙的時候, 我們會用migrate, 好, 那么這樣子的是動詞, 對不對, 那所以移民遷徙者就叫做migrant, 他是名詞, 我們還是要小心哦, 這個覺得有搞怪, 嗯, 好, 那如果要有一點方向性, 我是覺得可以知道就好了, 這個e就是out, e就是ex out, 就是去外面, 移到外面去的, 那如果移進來的im, 的i就是in, 然后重複后面的這個m, 好, 那就是往裡面移的就是移進來, 好, 所以这个就是移出immigrant, 这个就是移進immigrant, 好, 移民署叫做immigration, 好, 好, 再來下一個, 这个女子足球隊, 因为他们实在是在去年才太多了, 好, 实在是要请你再稍微注意几个单子, U.S. soccer star Megan Rapinoe said to state that it is time for action, to secure equal pay for female soccer players, 好, secure, 这边通常以前, secure是把什么东西固定在哪里, 这个使安心, 这里的意思是取得, 应该要取得平等的薪资, 以平等的字要会哦, 好, 那就说应该要为女性的足球队员, 取得平等的薪资了, after the U.S. women's national team's victory in the FIFA women's world cup final, 在他的决赛赢得胜利之后, 就拿下女子世界杯, Rapino, the team's co-captain, 他的共同队长, Cock for action, 刚刚看过的, 呼吁大家, after their back-to-back wins, 背对背, 就是接二连三, in the FIFA tournament, 就是大决赛的比赛, 我们就翻成锦标赛, 在他们的比赛, 引起了国际的对话, smart and international conversation, 关于什么, 关于薪水上的落差问题的 pick gap between men and women, All 28 players of women's team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Sacred Federation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in March, 在这一天呢, 他们大家集体提出诉讼, 反对谁, 告谁, against的谁, lawsuit的, 注意到这个提起诉讼 这两个字是用filed的, filed这个字呢, 本来是归档, 名词档案, 动词归档, 通常跟提出诉讼, 做搭配使用, 好, 那么他们就控告 accuse人 of事情, of行为, accuse这个机构, of他们呢, 制度化了性别歧视, gender discrimination, 有重点可以说sexual discrimination, 不过现代人比较喜欢讲gender, 以前的人比较喜欢讲sexual, including inequity, 好, 我们刚刚学到了, equal, q,u,a,l, 是平等, 那么叫ity就变成名词, 所以这两个字是同样的意思, equity, 平等, equality, 平等, 前面加个in, 两个字都一样哦, 就变成不平等, in equity, in pay, 他们在薪水也不平等, 在练习时间也不平等, 他们在practice location, 他们在medical treatment, 他们在coaching, 教练, 或者是travel什么的, 都不平等, 他们提出控住, 做个简单的复习,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but burned out and a disillusioned, by repeating night shift, 好, 这个分子过去, 他们已经被燃烧掉了, 就是很累, 希望破灭了, by repeating, 不提重复的夜班, 一直上个夜班, 然后让他们幻想破灭, 让他们非常的憔悴, 就是这个东西, 还有在这个, narrowing opportunities for promotion, 就是第二个东西, 好, by A, by B, 还有by C, 这个架构你看到了吗, 我们每次看句子都要先看架构, 读都很快又懂, 好, 不停的上夜班, 还有越来越窄的, 越来越少的 opportunities for promotion, 就没有办法升迁的机会, and skyrocketing property prices, 还有呢, 一飞冲天高涨的房价, 因为这些东西而幻想破灭, 还有他们非常的疲累, burned out, 整个被燃烧掉了, that have pushed the home ownership out of reach, 在这个之后, 什么样, 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vah是跟在这个prices后面的形容词指句, 所以把拥有房子的这个所有权的这些事情, 推到push加受持加上, 受持不以out of reach, 就碰不到的地方, 什么叫, 就是说, 他们这种高房价, 把可以买房子, 就是拥有房子的权力, 推到你碰不到的地方, 就是你买不到房子了, 就这样子, 这几个事情, 这样子之后呢, 那个时候是32岁的这个人, 某某人, 这个韩国人, 他就全部都放弃了, 然后去追寻, 去支持, in favor of, favor是学生考过的单字, favor当作动词就是偏好, 名词就是恩惠, 或者也是偏好, 那么in favor of是变成偏语, 其实就是你支持他, 你赞同他, 变成他们跑去追寻, 如果按照上下, 我追寻一个比较不确定的职业, 那就是当做一个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我们有的时候就说网红, 有没有, 网红你们知道的是, 像是如果是YouTube频道的, 那我们就会说是YouTuber, 那有的时候是online celebrity, 可是这个的意思是说, 你要去当一个网路上的那种, 现在新的职业, 就叫做internet content, 这个网路上的内容提供者, 那有的时候会翻成, 网路上的information provider, 都是现在新的职业, 那么in is amount, 它也是其中之一, amount要翻译翻对, 不是在什么之中, 也是其中一个, 在什么东西的其中一个, a growing wave, 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趋势, of South Korea millennials, 他是千禧世代, 是上课讲过千禧世代, 南韩的千禧世代里面的其中一个, 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人, 其中一员, 这些人干嘛呢, who ditch, who ditch, 就变成了分子过去, ditch in stable white color jar, 放弃了很稳定的白领工作, 就是那种做办公室的, 甚至于在那个失业率攀升的时候, unemployment spike, spike就是尖尖的图表题, 我教过就是往上升, and the millions of others, 还有其他的人, 还是一直要挤进去, 这一些超级大财团的公司的时候,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选择放弃, millions of others still fight, to get into the powerful family control, the conglomerate known as a chabble, chabble是一个韩文, 意思就是那种像三星这种家族控制的, 然后非常大的这个企业财阀, 很多人抢得要进去的,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而且事业率还攀升的情况之下, 还是有一大波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人, 这些人想要离开总工作, some young Koreans are also moving out of city for farming, 有一些人他们还就是离开都市跑去这个耕田了, and taking blue-collar jobs abroad, 或者是跑到国外去做蓝领工作, shangin 躲避了their society's traditional majors of success, 躲避了他们社会当中传统的那个成功的measure, measure其实这个意思呢, 动词是测量, VT是测量, VI是测量出什么程度, 那当作名词的时候是手段方法, 在这里的话就比较翻成成成功的路线, 这个路线就是他们要做第一个要有很好的薪水的工作, well paid office work, 我们讲到付得很好, 你可以用well paid的, 也可以用well paying, 两个都可以哦, 两个都可以哦, 你有主动或被动, 其实通常比较会讲主动的, 然后除了用well之外, 也有些人会用high paying, 所以high paying叫做这些学生考过的翻译, 这个高薪工作, 他们第一个要有好的高薪的办公室工作, 第二个他们要养家, 养家, 有没有raising a family, 还有要买房, 养家买房, 有好的工作, 这也就是这种东方社会, 那个常常我们认为一个人要成功, 就是要做到的事情, 好, 那我们看这个2019年的大事, 国际大事, 哎, 有被那个华盛顿邮报列为2019年几个很棒的大事哦, 那国际间我们非常的这个重要的事情哦, 就是亚洲的一个民主指标嘛, 好, Same-sex marriage became legal in Taiwan, 在台湾呢, 同性婚姻合法了, Proving again, 我觉得在后面写的东西很有意思的, Human rights are not a Western value, 它证明, 再次证明, 人权并不是一个西方价值, 就是说很多人认为民主这种东西是只有, 人权或民主这种东西只有在西方才有, 但是你看在东方, 就是亚洲啦, 不要讲东方也是一样, 还有在这几个地方也是一样, 这个俄瓜多, 奥地利, 还有这个北爱尔兰, 就代表在这个2019年有这么多的国家, 不然台湾都这个合法化了重庆婚姻, 那一般来说如果把它当动词的话, 就叫做legalize, 然后就写一下same-sex marriage, 好, 那么legal recognition, 在法律上的认可, recognize的名词, is granted, 不然就是给, 给予, is given, is granted to such marriage, now in 30 countries on every inhabited continent, 在每一个有人居住的, your male inhabited, 有人居住的大陆上面, 就是说全世界有30个国家, 我已经通过了同性婚姻,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in January, a record number of women, 102, took their seats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好, 在这个医院的时候很早哦, 这个有一个破纪录的数字, a record number, 不用讲破, 再讲 record number就可以了, 好, 总共102个, 在美国的众议院, 多下其次, took their seats, seats, 但是很不幸的是呢, the progress, 这样子一个进步, was all on one side of the aisle, isle是走道, 超级市场的走道, 飞机上的走道都是isle, 那么他这边是指着国会一分为二, 一边共和党, 一边民主党, 但是很可惜, 虽然拿下这么多破纪录的高, 可是全部都发生在民主党, as democratic women increase the ranks from 64 to 89, 拿的女性的旗次从64增加到89, 但是共和党却掉下去, 掉下去, 好, 我这边特别稍微提一下, 刚刚不是讲到亚马逊那个字吗, 亚马逊那个字我们都知道, deforestation, 就是这个坛数, 我们另外一种讲法, 坛数的动词是fail, 你要小心点, 他过去式就是加以地, 他是一个规则动词, fail就是伐木, 就是坛数, 稍微小心点, 突然看到那个字讲到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第11题哦,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war, 在10年的努力之后, 努力怎么讲, 来, 你们很想用after我知道, 可是其实外国人都是讲hard work, 这是形容词, 努力的, 这是名词工作, 这个就是我的名词了, 好, 那如果你要讲一个人很努力, 我们就会说hard working, 你看哦, 我把它变成ing, 就是变成形容词, 所以努力的形容词hard working, 努力这个名词叫hard, 控格work, 好, 再来一个10年的努力之后, result from the event horizon telescope, 对, 没错,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了, 这是黑一洞, 我觉得黑一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我觉得学生没有理由不考他, 但是上一次的指考没有考, 我觉得还蛮扯的, 好, 这个事件事件望远镜, 或者我们简称他是EHT, stund the world, 让整个世界都惊呆了, this year, with the first direct image of a black hole event horizon, 这是黑一洞的那个部分嘛, 对不对, 有点像是那个漏斗的中间那个部分, 然后他抓捕捉到他的第一个景象, 那么他是什么地区, 这个地区是什么地区呢, event horizon, 就是the region beyond which, 在他之外, beyond在他之外, 就是不在他里面, 你注意一下beyond这个字哦, 我们在讲beyond的时候, beyond是在什么之外, 那就是你就说在我的视线之外, 那就是我看不到, beyond description在描述之外, 就是我无法描述, beyond understanding就是无法理解, beyond还有beyond什么, beyond description, beyond imagination, 就是想象不到, 所以他就跟他没有关系, 他就是他没有的东西, 你要了解这个概念, 有些同学他只是被他叫超越, 但是他却没有去把他抓到, 这个超越的意思是他不在他这里面, 所以就是他做不到的事情, 或是他在他之外的事情, 这个你要知道, 我真的有点担心,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接下来, 那么他让整个世界的, 好, 那么在这个, 他是指物理性的, 在那个东西之外, 连光都逃不掉, 连光都逃不掉, 他们常常都会说point of no return, 然后这次的黑洞这个新闻, 常常都会说, 终于可以看到了, the unseedable, 他们经常会这样子讲, 好, to make this remarkable image, 为了要产生这一个, 非常了不起, 非凡, 卓越的remark, 的这个影像, scientists the couple together, couple本来是鹅卵石, 他就用鹅卵石铺路, 他们就一起努力铺出来, 就是一起创造了一个massive telescope, 用一个什么方法, 制造一个超级巨大的, 用massive这个真的不够, 超级巨大的望远镜, 藉由by connecting seven observatory, 七个观望台, 天文观望台, around the world, 世界上七个观望台, to create a tool, 实际上effective, 也不要翻成有效率, 实际上就是地球大小的一个, 这么大的望远镜, 我上课都有讲过, 这是电波望远镜, 因为它是电波的关系, 才有办法做全球大连线, 做出一个跟地球一样大的, 天文望远镜, 好, 这边我可能要稍微讲一下, 我上课其实都有说了, 你们应该知道, 我说, 有了全球, 有了这个电波望远镜之后, 它们其实一个望远镜, 虽然一个电波望远镜很大, 一个电波望远镜看到, 就已经可以从地球看到, 月球上的一个背狗了, 但是你只有这样, 你这样子还是看不到黑洞, 因为黑洞真的非常的遥远, 所以其实这一次的这个, 看到黑洞的project里面, 它有两个目标, 那它就是把地球上的, 刚刚说七个, 七个电波望远镜, 把它全部用电波连线起来, 所以这个望远镜, 它就不是只有原本的大小, 它就变成是一个跟地球一样大的, 那到这个程度, 我们才有办法去看到, 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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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黑洞, 那我刚刚说有两个project, 因为说这个project有两个target, 第一个target的那个黑洞比较小, 第二个比较大, 第二个的叫做supermassive black hole, 那它就是我们这一次看到的, 所以我们还在准备排第一个, 那这其实不只是世界上的大事, 人类史上的大事, 这也是台湾的大事, 因为台湾有参与在其中, 所以我实在是觉得, 如果没有考,实在是有点没道理, 反正就是有中一天, 我觉得应该是会考就对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而且它很有意义, 好, 它说, the initial black hole snapshot, 第一开始它的这个快照, 用snapshot来形容黑洞, 其实还蛮可爱的, unvelled in april, 这是一个分词构句, 真正的主持是focus, 不要忘记了, unvelled这个教会, velled是面纱, 把面纱揭开来, 就是在4月的时候, 揭开它的面纱, focus on the distant galaxy, 它其实拍的是一个很遥远的galaxy, 叫做am87, at roughly, 大约大约大约这个教会, 考过的大约approximately, 这个教会, 有这么多的太阳的质量, 那么它的黑洞其实是, 一千倍, as massive as the EHT's other target, 另外一个target, 你看另外, 我刚刚说了两个target, 第一个, 不要忘记叫one, 另外一个, 如果只有两个的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other, 那因为只有两个, 所以第二个就是最后一个, 的另外一个target, 那就是the black hole in the center of the milky way, 银河中央的那一个, 我看过照片哦, 真的是一大堆星星当中, 银河中间, 好, 我是说他们说他们要找到哪一个, the black hole Sagittarius A, blah blah also known as, 又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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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它的重量大概有400万倍地球的质量, 反正这些黑洞都大得跟鬼一样, 还有没有, 还没有, 哦, 好, 到这边为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先到这边, 然后请你在, 这个明天或后天老师, 再把假新闻的东西再整理一个, 给你做一个快速的复习, 好, 我们就到这边啦, 拜拜。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